李翁先生是一名煤矿工人 他平时爱好文学 喜欢写诗 是个十足的文艺男中年 但是这个浪漫到骨子里的男人 他的生活却是一地鸡毛 没有任何诗意 在和妻子李女士二十年的婚姻里 几乎有长达十几年的时间 夫妻俩都是在争吵中度过 刘先生说婚姻走到现在 主要是妻子的问题 可是作为妻子的李女士却说 是丈夫给了她一段噩梦般的婚姻 首先是冷暴力 其次是无所顾忌的家暴 甚至丈夫还把她送去了精神病院 而李女士婚姻中的这一切遭遇 都是因丈夫的一个初中女同学而起 到现在夫妻俩因为这个女同学 已经离过一次婚了 复婚之后的他们 又来到了婚姻的十字路口 如果是人走出来了 既然痛苦了就可以分手 我不想再延续着像以前那段婚姻 像没离分之前那段婚姻让我恐惧 刘先生的初中女同学 何以引发这个家如此大的风波 刘先生和这个初中女同学 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最终夫妻俩这段婚姻 到底何去何从 敬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 丈夫的初中女同学 大家好 我是张燕 欢迎本场调解员北辰老师 欢迎您 欢迎场上的观察员们 欢迎大家 欢迎场上的一对当事人 是一对夫妻 分别是李女士和刘先生 两位今天来到敬拜调解 先说说你们的诉求是什么 我的诉求是希望我老公 对待我们这段婚姻 不要有外界的干扰 好好的生活嘛 你们的婚姻 走到今天需要来调解 也是因为受到了外界的干扰是吗 那这个外界的干扰目前带给你们这个家庭和你们夫妻之间的影响到了什么样的地步 因为我们前段婚姻已经临过一次了 这次不想再理了 前一段婚姻 我不知道是死里逃生还是在活着过来 然后后来我们复婚了 我就想真的真的好好的生活 没想到一个外界干扰 也是同一个人 反正就是很迷茫 就是害怕 没有安全感 我就是希望老公在外面 把你身边的 尤其是女生 能稍微干净一点 不要让我在家里很担心 不是的 我认为我完全不存在第三者关系 所有都是他自己心神疑惑 想象出来的 他主管认定以后 就枪架成事实了 我外面完全没有女性朋友 几乎就是和女性是没有太多检索 就是希望各位专家 让他指导是自己的问题 并不是有存在外界原因 改网了人家的婚姻 如果他还是认为我外面有女性的话 那我就希望我们就是和平分数 对于妻子的哭诉和质疑 刘先生的立场很明确 所谓的婚姻中的外部干扰 第三者关系 全都是妻子凭空想象 毫无根据 可场上的李女士 泪如雨下 委屈连连 似乎在这段婚姻中受尽伤害 李女士强调 自己所言并非空穴来风 丈夫的这个第三者 其实特有所指 就在他们结婚第五年的时候 这个女人就出现过 而且她的身份非同一般 她不仅是丈夫的初中同学 更是丈夫的初恋女友